今天為什麼會想要來看這個劇 因為 其實我最近看了非常 一型的表演 然後我覺得這個蠻特別的表演是 因為它是無對白的 然後 嗯 它是以表演的形式 這樣 因為是俄國的醜劇大師 所以就是覺得 哇 我覺得很 很新 很新盈 很特別 所以覺得說 因為平常我們看戲劇啊 看音樂劇那些都會有對白嘛 然後會用言語去表達 但是如果把 詞 把 口獎的話 拿掉的時候 會用什麼方式去傳達給觀眾 這是我很想自己親身來 體驗的 真的嗎 其實我最近 很想往演的方面去 開發 開發自己除了唱歌之外的一些 潛能 所以就是很想去看很多不同類型的表演 如果有 如果可以有機會 讓我不用聲音去傳達的話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表演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對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準備可以唱我的暴風雪了 對 對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來 聽說9月 9月份 9月初 那個千面惡女 那個 對 千面惡女 這是9月 幾號 9月1號 2號 3號 9月 9月2號3號 然後千面惡女呢 將會在高雄場有連續兩場的表演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有機會到高雄去看我的人生第一部音樂劇 千面惡女